你結束老大對不對 對 聽說你是五歲以後才有弟弟的 喔 對 所以那五年是 公主般的生活 就是我聽我的保姆說 以前只要稍微跌 我自己跌倒有沒有 跑一跑 小孩子不是會跌倒嗎 一個破皮喔 我媽都會打到保姆家去 說你怎麼可以讓我女兒受傷 她的皮很珍貴 你知不知道 怎麼可以讓她受傷 就是那種疼愛的程度 妳還有印象 保姆跟我講的 所以她拿這段話來安慰我說 你不要太難過 因為你媽曾經很珍貴 曾經那不是更痛嗎 那問一下 問一下允潔媽媽 妳自己的原生家庭 也是重男輕女的嗎 因為我是老大嘛 然後接下來一個妹妹 然後我爸爸要趕進度 所以 就是趕著讓我媽 還可以再生一個男的 然後沒有生一個男的 他們就覺得 對祖宗沒辦法交代 就有那種概念 那種趕進度 在以前的時代是真的很多 為什麼要趕快再拚啊 像我有一個姨婆 她就是一年生兩個 而且兩個都屬猴 所以在我們的家族 裡面就有一句俗語 好厲害喔 真的是 是有可能的 真的 那個對母體的是很傷的 都還沒有修復對不對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 比如說因為我們家就是 小康家庭 但比如說我們家有積壓 他有什麼一定都是 雞腿都給我弟 而且兩隻都給他 然後我們就是 只能沒有得選擇 對啊 他跟媽媽講說 為什麼兩隻雞腿都給弟弟 他媽媽說 雞就只有兩隻腿啊 你想至於有辦法 叫雞生四隻腿啊 對啊 OK 所以我以前的家庭 其實就是 所以你那個時候有沒有 覺得不公平 不會 那個時候我覺得 好像都是 就是這樣 但是我跟那個比較不同是說 我到後來我會很努力的 要讓我自己 成為父母可以驕傲的女兒 那我對我父母親 其實我是加倍的付出 我要讓他們看得到 你的價值 對對對 女兒其實是才有價值的 那你嫁人之後 你的婆家也是很重男輕女嗎 他爸那邊是真的很嚴重 就是我婆婆 他像剛剛講 他弟弟是兩隻雞腿是不嚴重的 對對 他婆婆那邊更嚴重 我婆婆比如說 他可能生了八個兒子 然後只生了一個或兩個女兒 他那個女兒 都會送人 連女兒都不要 對 他就是女兒 他就不要 然後但是他留了一個女兒 就是當成 就是他的姑姑啊 就會當成 然後就覺得 他就是應該在家裡幫忙的那種 所以你第一胎生的允潔 是不是很不受重視 他是還好他是女的 但是他是漂亮的女生 所以要討厭他有點難啊 然後這樣子的好日子呢 就是就等到他五年 然後他大帝出生以後 他就開始覺得說 我們大家都開始很喜歡那個兒子 因為我我娘家也是這樣 我婆家也是這樣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會這樣子 無視他 然後他就會開始有一些 不乖的行為 然後會吸引我們的注意 那這樣子就惡性循環啊 他就越來越不乖 越來越挑釁我們 然後一些偏差的行為會出現 然後就讓我們就更討厭他 OK 可以反駁 可以控訴嗎 可以 沒有 我外婆家跟我奶奶家都很疼我 哪有啊 有 因為是我跟你生活在一起 知道你討多討厭厭好不好 我沒事 小朋友怎麼知道自己討不討厭厭呢 就是你感受到 你感受到外婆跟奶奶 都還是對你很疼愛的 但是問題是 所以我不理解的是說 為什麼會突然你好愛好愛我 可是弟弟一出來之後 你突然變得好討厭我 妳回想妳小時候覺得 妳有被討厭是什麼事情 我曾經跟他討論過這個問題 可是他不知道 他就說沒有 我就突然很討厭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妳的兒子可以上妳的床 允潔不可以上妳的床 我覺得床就是 我很神聖的地方啊 其實 妳說直白一點 我會覺得 他比較髒 不是 我是講真的 不用洗澡 妳每天都知道 妳一種感覺 會覺得說 他碰過的地方 我就會覺得髒 我今天以為我不會哭 可是我覺得 妳這樣講那個直髮 還是有點難過 雖然我們兩個 現在是在修復 是沒有辦法跟他親近嗎 可是前五年妳是可以的對不對 前五年大概就他 就只有他一個小孩啊 愛死了 就很 也真的是很疼 那為什麼人可以 突然之間這樣子轉變 我也想知道 就像妳 那美人姐剛妳講那個族譜啊 因為 我從小 我媽就會灌輸一個觀念就是說 如果你沒生一個兒子的話 你死了之後 就是沒有人幫妳旁盜啊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 什麼道理要討論這個事情 有多少的父母 一生跟女兒這樣子的關係 讓自己這麼不舒服 讓這個女兒這麼不舒服 竟然是為了死後的世界 而死後的世界是怎麼樣 妳不知道 但今生受的苦卻是這麼的真實 有一個媽媽跟我說 人生在世不到百年啊 死後的靈魂要被拜一千年幾千年 當然要在意死後的事啊 妳自己有沒有去討論 探討過為什麼妳的改變那麼大 她五歲以前妳可以抱她 可以親她對不對 為什麼有了弟弟 生了兒子之後就不行了 就是沒什麼道理啊 就是 我們來看看一般人 探討出的道理 看有沒有妳覺得有共鳴 所以我今天才來尋求 我也想要有個解脫 妳後來生了幾個兒子 兩個 那兩個都很親近 很親近 而且我第三個是 像妳剛剛那個老師說的 第三個是被逼著生的 因為我其實 我婆婆生了七個八個之類的 她就覺得 一個兒子以後會很辛苦 然後她覺得 妳至少要生第二個 然後來我生那個 弟弟姊有來 她是 我那時候生她的時候 去做那種很先進的 那叫做絨毛磨穿刺 那是在八九週的時候 從陰道做 那個其實很危險啊 那個時候 但是我寧願 如果我那時候驗出來是 女的 我不生了 所以我確定她是男的 我才接受再生一個 我應該要給我一個人 坐下 我應該要給你一首 就是你